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08年上映的美国犯罪影片《老爷车》 讲述的是一个退役老兵 为了朋友和尊严而战的故事 老沃是一位上过战场的退役老兵 性格古怪 不苟言笑 妻子的葬礼上 老沃认为前来吊咽的人只是为了大餐 小孩子们更是毫无真诚之心 而孩子们讨论的则是老沃在妻子的葬礼上 还满脸严肃 葬礼结束后 老沃就独自居住在低收入亚洲移民区 邻居新办来了一家苗族大家庭 老沃认为他们都是野蛮人 对他们非常不友好 苗族男孩小涛被远房表哥逼迫着加入黑帮组织 加入的前提条件是把老沃的老爷车偷到手 这辆老爷车是1972年的经典款 老沃的孙女已经近于已久 甚至直接当面混老沃死后 老爷车会如何处理 晚上正在酒吧和老友聚会的老沃又遇到了神父 神父受老沃妻子所托照顾老沃 所以一直追着他 希望他去忏悔 但是老沃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战场的老兵 战场上的杀戮一直是他心中无法抹灭的阴影 他并不信年轻的神父关于生死的说辞 回到家躺在床上的老沃听见停车场传来动静 拿上枪就冲过去 刚好遇上准备偷车的小涛 然而老沃毕竟已经年老 被小涛一推就摔倒在地 慌忙离开的小涛没有完成任务 表哥带人找上门 几人在老沃的草坪上扭打起来 老沃端着枪把他们赶走了 小涛一家对老沃表示感谢 但是老沃只是会了保护自己的草坪 尽管老沃并不在意 但邻居都把他当成了英雄 每天把各种礼物扒在他家门口 这让老沃非常困扰 某天在路上 老沃看见小涛的姐姐小苏被几个流氓欺负 老沃虽然不喜欢邻居一家 还是出手相助 赶跑混混救下小苏 而且老沃发现 只有小涛会主动帮助老人 这让老沃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在老沃生日这一天 儿子表面上悔他庆生 实际是想把他送去养老院 老沃气愤地赶走儿子 独自坐在走廊上喝闷酒 小苏邀请老沃去家里参加聚会 老沃刚好喝完了自己的酒 于是就答应了 聚会上 老沃对邻居家族的风俗禁忌等都看不惯 但是在美食的诱惑下 还是逐渐融入了他们 小涛因为家族传统要向老沃为偷车的事打工赎罪 老沃无奈地答应了 之后小涛果然每天来到老沃家 老沃在他百般请求下 让他帮邻居干活 结束了赎罪工作 老沃毕竟岁数大了 身体越来越不好 甚至开始吐血 他给自己的儿子打电话 但是对方忙于工作 匆匆就挂了电话 老沃并没有说出自己的病情 反而是在有需要的时候去找小涛帮忙 老沃也开始教小涛做一些维修工作 还带他去见自己的老友 学习怎么有男子气概 并为他介绍了建筑工作 原本不喜欢小涛的老沃 已经把他当成自己的朋友 两人相处得越来越好 某天小涛下班路上又被表哥一伙欺负了 他会了不让老沃看见自己的伤 躲了好几天 虽然小涛不想老沃插手这件事 但老沃还是找到那伙黑帮组织的窝点 把他们教训了一顿 然而这群流氓并不会就此罢休 某天晚上他们持枪轰炸了小涛的家 听见动静的老沃急忙赶过去 虽然小涛和父母都只是皮外伤 但是小苏却被流氓欺负 受到巨大创伤还毁了容 老沃为此非常气愤 他也知道 只要有那伙黑帮混混 小涛一家就不得安宁 小涛也一心想要复仇 但是老沃却思考了好几天不见动静 小涛忍不住找上门来 老沃劝他保持冷静 从长记忆 并约他到自己家商议 但是老沃并不希望小涛尝试杀人的感觉 他把小涛关进了地下室 决定自己去解决那伙混混 他最后一次去理了头发 买了得体的西装 也第一次找到神父忏悔 神父发现不对劲 急忙通知了警察 但是警察等了一天 也没等到老沃行动 把神父抓走了 晚上老沃独自一人来到混混家门口 混混们立刻警惕地拿着枪瞄准他 但老沃只是用手指笔做枪 一一扫过他们 然后把手伸进衣服里准备掏枪 混混先一步开枪扫射 老沃身中竖枪倒地 但他手里并没有手枪 只有一个打火机 小涛赶到的时候 警察已经到现场处理 老沃的尸体被抬上警车 经检查 他的身上没有任何武器 而混混因为被目击杀人 全部入狱 老沃用自己的生命 换取了小涛一家的安宁 老沃的葬礼上 小涛一家穿上自己民族最隆重的服装出席 老沃留下遗嘱 房子留给了教堂 而那辆老爷车却留给了小涛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